要说2024年我试驾过最有意思的车 那绝对是猛士917 今天我们来到棚里 又来拍两台猛士917 但是这两台车可以非常大的不同 那今天我们来拍的这两台车 它们分别是猛士917 罗伦4M800星际战车 以及高地雄吃 那在拍这两台之前 我先给大家说 这台917最打动到我的地方 不是它800匹的最大马力 也不是它的四轮电机 或者说它的增程系统 而是这台车 它在城市里面驾驶 异常的灵活 这里面感想象吗 因为这台猛士917 你不管是普通版 还是它的特别定制版 它的车身长度都非常的克制 你只是觉得它高 它宽 配合它的四轮转向的技术 它在城市里面掉头 你可以亲自去试一试 这台车绝对不比那种 所谓我们日常驾驶的这种B级车差 那么说完这些 我们再来聊这台车 猛士917 M800星际战舰 这台车它其实是和罗伦4 一起合作的一款产品 罗伦4这个品牌 它其实是奔驰的 三大御用改装品牌之一 AMG 巴伯斯 还有罗伦4 罗伦4这个品牌 它比较擅长过这种外观 以及类似上面的豪华装饰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台车理解为 它是一个猛士917基础版本上面的 一个高定版 它高定到哪里 就是它外观上面 所有这一系列套件 碳纤维的元素 真的我觉得这台车的外观 我怎么去形容它 我们试想一个场景 我觉得这台车如果说 你要把它放在最初片的地方 是从太空飞船上面 投射下来之后 出场自带烟雾 再举一个比方 最近的这个异形夺命剑 不是非常的火吗 那如果说异形真的是 要来袭击我 让我在所有的车群里边 找一台车 那我一定会选择 这台车躲在里边 因为它带给我的 这种安全感是非常的足的 那么这台车 它的功能方面的一个设计的话 我觉得是最吸引到我的 就是它车身所有侧面的 这些外观的这种灯带 大家可以看到 周围的这种点亮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并且它还重新设计了 车顶的这个行李架 高度又有一定的增加 城市里边的驾驶 你确实可以享受到 高高在上的这种坐姿 以及它这个五段可调的空气减震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们需要注意的是 驾驶这台车 如果说你在地库里边的话 还是要把速度稍微放得慢一点 但是我觉得 既然你都选择了这台车 有这个预算 有这个实力购买这台车的话 可能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那别看这台车的外观设计 如此的硬核 坐进它的那个车内里边 出面而来的豪华的气质 真的我在前面说 如果说一心来袭的话 我要躲在这个车里边 吹着空调听着歌 多香 我们实拍的这台 是采用那个爱马仕城的 这样一个配色 它还以另外一个偏向于 中心一点颜色可以选择 然后就是它的这种 碳纤维的装饰件 真的这个品牌 太会做这种碳纤维的装饰件了 这种在橙色纹路的 真碳的翅膀 我在其他的车型上面 从来没有见到过 并且它营造出来的这种 反光的效果 确实是特别的棒 然后这台车的基础的配置 和猛斯917是完全一样的 你能够想象到的 所有的舒适性配置 越野性的配置 智能化的装备 以及单拿的这套音响系统 都给你配起了 所以我觉得 这台车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就是你开这台车 不是去谈仗意的项目 就是去接你的心上人 那坐进这个后排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台奢华至极的 917它带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首先这个穹顶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灵感 其实是来自于地球上面的 等高线 并且我还了解到 它的等高线的这些图案 你可以自己进行定制 所以它的整个定制的程度 是非常深的 然后在后排和前排一样 也是碳纤维的试板 也是非常华丽的这种装饰 917上面的手枪式的门把手 也给你配到了 特别要说的是 它的这个小桌板 铝制的这种支架 特别的精致 然后上边的话 也是这种碳纤维的试板 其实罗伦斯这个品牌 他们一直以来 最擅长的是改装 那些奔驰的商务车 改装出来的这种风格 也是非常的奢华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特性 放在这台猛士917上面 你得到的这种视觉效果 或者说身份的这种满足感 是特别强的 OK 那么我们看完了那台 极尽奢华的罗伦斯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台917的高地雄尸版 这台车我觉得它出厂的风格 和那台车就截然不同 那台车你出厂要冒烟 这台车你出厂 必须要全身巴满泥巴 但是今天我们这台车 非常的干净 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台高地雄尸版 和普通版的917有哪些不同 其实这个高地雄尸版 它是917 它的一个官方改装的套件 在改装之后 你可以获得到 非常硬核的这种 极限越野的配置 包括它前方的 这个防装梁 可以看到非常扎实的 钢制的护板 并且这个钢制的护板 非常的厚 然后就是它的 这个越野硬件的配置这一块 这个版本的话 直接取消到了 五段可调的空气悬挂 直接给你上了 行业顶级的液氮减震 所以这样一来 它在走一些 极限硬核 或者攀爬的路况上边的话 整个的稳定性 以及越野的这种通过性 会来得更加好 然后它的这个轮圈的话 也是锻造的材质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种螺丝 红色喷漆的Brembo卡钳 也可以给你提供到 非常强大的这种 自动力效果 并且这台车带的侧方 还做了一个 钢管状的这种 防状的配置 极限越野 或者攀爬的时候 这个东西真的会是 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整个车的车身的 后半部分 这是这次这台车 最吸引到我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重新设计的 备胎的挂架 可以看到 猛士917它的标准 包括那台罗伦士版的话 它是一个小的 一个备胎盒子 看起来会稍微秀气点 但是这个高地熊士版 直接把它的这个 20寸的轮胎挂在这上面 真的 你再把这个20寸轮胎 放在整个车身上面 可能觉得没啥 但是你放在这样一个 外挂上去之后 它的一个视觉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硬核 然后这台高地熊士版 它的整个车顶 也是重新设计了 它的行李平台 最大的这种载重能力 进一步得到的提升 所以你拿这台车 去进行一个户外的穿越 露营或者什么 我觉得简直是大财小用 这台车你要怎么玩 就是要去玩攀爬 好吧 那看完了这两台猛士之后呢 我想大家心里面 可能和我有一样的看法 就是这台车 它的可塑性 真的是非常之强 标准版的猛士917 大家觉得它已经 非常的硬核 非常的战斗了 对吧 但是这台星际三 差兵八百 以及那台高地熊士 它所呈现出来的 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对于猛士917这台车 到底该怎么去评价它 首先你的资金 必须要雄厚 其次你对你的个性化定制 一定要有很高的需求 因为不管你怎么去选 你只要预算到位了 每一台猛士917 都可以呈现出 不同的效果 好 好